请听小说仙逆第九百二十六章千丈巨魔自崩溃 此言一出那黑衣老者与白衣青年二话不说身子一闪之下直奔罗浮而去 罗浮之力对联盟修士影响极大 可对他二人来说却是不但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更有助力 此刻冲击而去 立刻展开神通守护 猎云子更是咬牙之下 右手在战字帖上又是一点 神念融入 顿时那十五个罗浮血球立刻又有一个崩溃 化作血身直接与那来临的修真心上老者迎战 此刻 星空中那千丈巨魔族巨人迈着大步轰隆而来 一路上凡是遇到罗天修士若是低于自己便索性直接用大手抓着狂吼中是声声捏碎直接扔入口中吞下 这千丈巨魔族巨人赫然有着阳石巅峰的修为 只是他的肉身实在是太强悍了 如此一来 所能吸收的天地原力自然也就是寻常修士的很多倍 虽说此人修为只是阳石巅峰但实际上却足以与寻常的溃孽初期修士一战 尤其是他的肉身强度更是绝大部分的法宝悍然不惧 此刻横冲而来直奔巨墓上的烈云子 这巨人眼中没有清明而是一片浑浊 其内更是有一股疯狂蕴汗 他要自爆 王林耳边传来一个极为动听的声音 正是那宫庄妇人望着迅速临近的千丈巨人轻声道 王林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烈云子的元神 这元神显然正在恢复 酝酿下一次幻化血身的神通 此刻却是不能被打扰 不过王林才不信这烈云子没有后手 只是眼下却不是试探的时机 那千丈巨魔族巨人越来越近 王林目光一闪 平静地说道 我来 说着他向前一步迈出 直接迎向那急迟临近的千丈巨人 宫庄妇人婉约一笑 尽管此刻大战 但死女仍然极为从容 晚了一下青丝放在耳后 对王林笑道 许道友要小心了 王林踏出巨墓 走出巨墓内的奇异力量的范围 耳边立刻便听到四周那轰隆巨响 以及厮杀漫天的乱音 更是随着千丈巨魔族族人的临近 其怒吼之声如同音爆 直接是冲击而来 这巨魔族族人迈着大步 起诉越来越快 一股毁灭的疯狂气息 在他身上更加的浓郁 几乎瞬息间 这巨人临近 右手握拳 默然向前一击 口中大吼道 退 一拳来临 带起的巨风呼啸 直接扫在王林全身 只是这拳风虽强 但却无法让王林退后半步 他神色冰冷不假思索 同样也是一拳击出 这一幕极为诡异 千丈巨人的拳头是庞大无比 王林在其面前 根本就是如蝼蚁般微不足道 他的拳头与其相比 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二人双拳急速接近的刹那 一股轰隆隆的惊天巨响 却是立刻回答 越来越高 越来越剧烈 反而这一切声响 都是在为了最终双拳交错的 那一刹那做铺垫 二人的拳头越来越近 那轰隆隆的呼啸 几乎是取代了天地争的一切声音 浓郁至极下 四周距离较近的双方修饰 只感觉双耳嗡鸣回荡不断 时间好似一下子缓慢起来 二人的拳头渐渐的越来越近 只是片刻轰然的碰到一起 在这一瞬间轰轰之声是绝地而起 这声音太过剧烈了 引起四周无数修饰的震动 更是掀起了一层无形的巨浪 疯狂地向着四周推动而去 大量的修饰在交战中被生生的阻断 立刻是后退 一个个眼中露出惊骇 齐齐看向王林与千丈巨人交战之处 那千丈巨人身子巨震 只感觉一股无法想象的大力 从对方那微小的拳头上 如潮水般疯狂地传递而来 他默然喷出一口鲜血 右拳之上 喷喷之声是疯狂地回荡 只是刹那整个右拳便立刻是 砰的一身爆开 化作大片的血肉倒卷 残亨中 这千丈巨人的身子 更是无法承受着 从未遇到过的大力 居然生生地被震退 向后击驰 他身体上的崩溃 并未停止 在王林的骨神之力下 即便他是巨魔族之人 也绝对无法承受 不但其右臂崩溃 甚至连大半个身子 此刻也是飞速地瓦解 这巨魔族族人眼中的疯狂更浓了 大吼之中 其身子内立刻传出了毁灭性的气息 整个人却是在刹那间自爆 杨石巅峰自爆之力 很强 尤其是此人 以巨魔族的肉身自爆 其威力即便是王林 也要皱起眉头 王林面色略有红润 但双目却是更加的冰冷 硬生生地挤出一口鲜血喷出 使人不会过多的猜疑后 右手掐绝中 一指天地 口中喝道 呼风 此言一出 顿时一股黑风 自王林右手是凭空出现 横扫之下 化作无尽黑风呼啸 其内更有两头黑龙冲出 直奔那巨然而去 更是卷起其身不断的吞噬中 散发出可以吹灭生命之火的阴风 呼风之术极强 化作黑龙带去的冲击 硬是把那千丈巨人的身子不断的向后推动 转眼间就退出老远 更是呼啸间 两条黑龙居然真正的吞噬了那巨魔族的巨人 把其自暴的威力无限的虚弱 轰的一声巨响之后 那千丈巨魔族族人自爆了 无尽的冲击横扫 引起了四周所有修士的注意 甚至一些斗法中的老怪 也不由地看了一眼 王林面色略有苍白 身子亮强之下 退回到了巨墓之上 表现出一副受伤的样子 实际上 杀一个巨魔族的千丈巨人 对于有了古神之体的王林来说 没有难度 巨墓之上 那宫庄妇人笑道 许道友的神通 小女子佩服 尤其是这瞬间让肉身凝练的法术 更是让人惊讶呀 猎云子元神此刻睁开双眼 露出赞赏 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而是一纸身边第二幅战字帖 立刻磅礴的神念透出 融入其内 刹那间 只见那十四个罗浮雪球内 顿时又有一个急速的收缩 却是在没有崩溃之下 凝聚成了一个暗红色的血人 带着一股让人全身血液 好似要逆转的神通 一步踏出 直接临近那修真心上 与另外一个血人 以及白衣青年二人 交战的联盟老者而去 远处 水罗兰群女子 眉头越皱越紧 玉手向前一指 立刻其四周 另外两个千丈巨人 向前默然踏步而去 其中一人直奔上方罗浮 另外一人 则是直接冲着这参天巨魔 这巨魔族族人来临之际 其所扛修真心上的老者 立刻飞起 双手掐绝之下 右手虚空向下一按 顿时 在这老者与巨魔族族人 二人之间的修真心 顿时是旋转起来 散发出一股波纹 弥漫四周 那老者更是口中传出低吟 瞬息中 他立刻双手向前一推 低喝道 修行波动 此言一出 那修真心立刻是自动飞起 旋转之速更快 只是此行旋转中 却是漠然缩小 几乎刹那间 便急剧地收缩至 原来的一半左右 与此同时 一股赤红色的波纹 突然之间 自这修真心上散出 在老者一指之下 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 直奔前方而去 这赤红波纹速度太快 冲击之时 有一些落天修士被波及 立刻一个个身子颤抖 刹那间 全身的一切 包括楚代 全部都崩溃 这波纹冲击直奔参天巨木 王林在巨木上面色一变 那猎云子也是双目 爆出金光喝道 许莫 紫燕 你二人速散 各自为战 莫要守护老夫了 根本就不用 列云子吩咐 王林在其说话的同时 便立刻是急驰 向后迅速退去 直接穿透巨木层 一个瞬移 远远的离开了此地 那宫庄妇人 也是如此 立刻离开 就在二人离开的刹那 赤红波纹临近 列云子原神卷着肉身 掐出一个奇异的印诀 居然在这一刹那 原神与肉身 全部融入巨木之内 消失不见 那赤红波纹落在参天巨木上 紧贴着此幕横扫而去 王林游走之际 远远的避开了赤红波纹 只是这四周 全部都是乱战之处 他刚一现身 立刻就有联盟修士 是一剑扫来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并未闪躲 在那飞剑落在身上 传出砰的一声响动 被声声震开后 他回身就是一纸 这一纸蕴含了原力 更是有古神之力在内 直接按在那偷袭阵的胸口 此人眼中露出骇然 刚要后退 但立刻身子就轰然 炸开血肉 喷出了大片的血雾 原神冲出 带着惊慌正要逃顿 却是被远处 另外一个罗天修士 一把抓着 直接捏碎 那罗天修士 一脸的杀鸡 看了王林一眼 舔了舔嘴唇 沙哑地说道 许墨 你我要不要再比一次 看看谁杀得多 这罗天修士 正是负品雷仙许庭 王林神色如常 平静地说道 若真要比 倒不如比一比 谁可以杀了此女 王林说着 一直远处水螺蓝群的女子 许听一睁 面色阴晴不定 咬牙说道 好 就比这个 你我一同杀剧 看看谁能成功 那女子显然是身份极高之人 不然也不会主持这场大战 只是此女的修为却并不高深 看起来也只是溃孽中期的样子 请听小说 仙逆 第九百二十七章 君不拾妾 王林目光一闪 内心冷笑 但却先一步向前踏空迈去 直奔远处那水螺蓝群女子所在 许听神色阴沉 同样踏出一步 二人横排前后 向着前方仿若鱿鱼般几吃 四处修士太多 彼此厮杀之下 种种神通弥漫 各种法宝飞剑 更是发出尖锐厉笑之音 许听为人嗜血 行走之际 凡是遇到有修为 弱于自身的联盟修士 便立刻是雷霆一击 如此一来 速度略微缓慢 王林一千多年的修道 许听的心思看得是一清二楚 没有点破 更没有与许听一般 施展这等拖延的手法 而是速度不减 轻晃之下 渐渐与那水罗蓝群女子 越来越近 战乱之中 那水罗蓝群女子目光清澈 立刻就看到了 王林与许婷的举动 他身色平静 不去看那许婷 而是以冰冷的目光盯着王林 王林之速越来越快 穿梭在众多修士之间 迅速临近 片刻后 已然冲出距离那女子不足百丈 一声长啸中 王林右手握拳 向前狠狠地一击 这一拳打在虚空 立刻便有轰鸣回荡 更是带起无数的波纹震开 化作一股风暴凭空而起 呼啸着直奔那水罗蓝群女子而去 王林身影更是没有半点停顿 整个人紧随风暴之后横冲临近 在王林不远处 许婷目光一闪 脸上露出冷笑 身子一顿 不但没有继续前行 反而向旁边退去 眼中有讥讽之色露出 许婷 亡你修到多年 居然只有这点心机 这女子显然是联盟中特殊身份之人 否则也不会主持这场大战 她修为虽不高 但在其身边定然有强者守护 你又引我去杀这女子 莫非真把许某当成是三岁孩童 且看你如何收场 她盯着前方王林 不断地接近那水罗兰群女子 脸上是冷笑亢浓 王林之处没有半点间缓 随着风暴而去 风暴呼啸惊天动地 轰隆间如同闪电 临近那水罗兰群女子身前十丈 此女眼中寒光一闪 她知晓身下巨魔族巨人 怕是阻挡不住此人 但心底却是没有半点慌乱 平静中 左手虚空向下方一按 就在这一刹那 其身下的巨魔族所扛着的修真心 立刻一振 居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疯狂地旋转起来 一道道赤色波纹突然散开 向着四周迅速冲击 赤色波纹内 蕴含了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随着冲击 那修真心立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王林一拳打出的风暴 刚一临近 便立刻被这赤色波纹横扫 碰的一声 风暴立刻崩溃 轰然瓦解 没有任何阻碍的 那赤色波纹向着王林 是急速蔓延而来 许婷望着这一幕 内心狂喜 按道许目不知好歹 若是真能死在这里 却也是姓氏一见 但就在他欣喜之时 却是看到王林在那赤色波纹临近的刹那 默然转身 似笑非笑地看了自己一眼 其目光落在许婷的眼中 立刻让许婷一震 不妙 许婷自认为 对于王林 他是极为了解 此刻对方生死危机之时 居然如此表情 立刻便心神一震 就在这一瞬间 王林身体外 突然有一尊大鼎 幻化而出 鼎明回荡起伏的刹那 王林右手如风 一直远处许婷口中低贺 缓位 瞬息中 许婷身体外 立刻便有一股 让他魂飞魄散的力量 突然弥漫 根本就不给他 任何的反应机会 这力量之强大 绝非他可以抵抗 在弥漫全身的一刻 仿若时间停止了运转 王林身前的赤色波纹 不足一尺 但他的身子 却是与许婷立刻颠倒 这一幕就如同 天地逆转 颠覆乾坤 下一戏 时间好似恢复了运转 实际上这一切 根本就没有半点 停顿与静止 全部都是许婷在这一刹那 由于这神通太快 以至于眼前出现的 残影虚幻 待他清醒之时 却是立刻便全身毛发竖起 生死危机 弥漫全身 眼中所看 尽是一片赤色 震惊之下 却是容不得他多想 立刻双手掐绝 全身的仙缘是疯狂地冲出身体 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转眼间便在身体外 形成了上百道防护 这防护 是由仙缘凝聚的 以他东林许家的仙术 护身施展 如此一来 此刻的许婷远远看去 就仿若是一个太阳一般 在他的身体外 一层层金色的光环弥漫 在这百层光环出现的刹那 赤红波纹 疯狂地临近 砰砰砰砰 那赤红波纹就如同是巨浪 轰击之下 几乎瞬间 许婷身体外的上百道防护 立刻便有三十多层 是轰然瓦解 这一幕 让许婷头皮发麻 他并未静止不动 而是不断地后退 如此一来 随着赤色波纹的冲击 其身体外的防护层 立刻又有数十道崩溃 许婷 许婷大吼 其声音中透出的恨意 达到了巅峰 那赤红之盲的速度 明显超过了许婷 尽管他在不断地后退 但仍然还是被赤红波纹追上 从其身体一冲而过 砰砰砰 在赤红波纹穿透许婷的一刻 许婷身体上的所有防护 全部瓦解 甚至就连他的肉身都好似被拉扯一般 似乎就要碎裂 在这些防护崩溃的刹那 许婷以最快的速度 从储物袋内拿出了上百玉剪 没时间去心痛 全部捏碎 立刻在其身体外 又出现了上百道各种颜色的防护 除此之外 更是从储物袋内拿出大量的法宝 一一抵抗 只是这些防护刚一形成 立刻便全部崩溃 甚至那些法宝也全部碎灭 虽说如此 但那赤红波纹 却是因为许婷的一再抵抗 不断的削弱之下 渐渐的弱了下来 毕竟这波纹并非直线一束 而是散开的状态 其威力也是分开了许多 但尽管如此 也不是此刻许婷可以抵抗的 毕竟她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仙缘 更是抛出了众多的法宝 接着这一时机 许婷直接是喷出一口鲜血 这鲜血内蕴含了她的仙缘 形成血光弥漫全身 她整个人急迟退后 远远地离开那赤红波纹 若是之前这波纹冲击极强之时 她即便是施展了血顿 逃利的把握也并非十足 眼下随着波纹被不断的削弱 却是给了她这个机会 血顿之说 不到万不得已 她实在不愿在这战场中施展 血顿中 许婷急迟后退 刚才的一切 实际上只是短短的竖息之间 可对她来说 凶险的程度 却是不弱于当年与亡灵一线天的一战 其心中对于亡灵的恨 依然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 后退中 她怒吼道 许慕 你 她本想借着怒吼之声 揭穿亡灵的行为 让罗天方面的修士 以及那些老怪 对亡灵起猜忌之心 但她的话语几乎刚一出口 便立刻被一声长笑打断 却是亡灵在许婷退后的刹那 一步迈出直奔赤红波纹而去 与此同时 亡灵大笑道 许道友果然信任 你既主动相助在下削弱这赤红波纹 我许慕自然不会相望 若在下能杀了此女 许道友当力守宫啊 说话间 亡灵之速极快 那之前与许婷接触的波纹一点 本就有了虚弱 此刻亡灵右手双指成剑 骨神肉身再加上体内原力的疯狂运转 更是在其手指之上 有了阴阳双鱼悼念的幻化 却是一冲之下 直接碰到了那赤红波纹 砰的一声巨响之后 亡灵整个人没有任何阻碍的 直接冲入那赤红波纹内 许婷看到这一切 眼中露出滔天的怒火 却是攻心之下 身体外的血光崩溃 整个人亮强了退后 气氛不过 心神受损 又喷出了一口鲜血 这一口鲜血 却是让他清醒过来 压下怒火 眼中露出阴寒 不假思索 立刻后退而去 亡灵内心暗叹 这许婷也算是个人物 虽说被勾起怒火 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心神 否则的话 借别人之手除了此人 倒也算是乐事 亡灵始终没有忘记 在这许婷的本体上 仍然还是有一丝 不多的本源存在 他当年在一线天所杀 只是分身 本源之力取回了一半 此刻 不去想的许婷之事 亡灵冲入了赤红波纹内 盯着树杖外的水螺蓝群女子 向前急驰中 右手掐绝一指虚空 顿时一股黑风呼啸天地 环绕在其四周 形成了一道黑色的旋风 这旋风极为浓郁 横扫之下 其内更有龙吟咆哮而出 却是两头黑龙 在旋风中探出了硕大的龙头 直接向着水螺蓝群女子吞去 这女子神色依旧冰朗 只是看向亡灵的目光 起了复杂 君不识怯 燃怯却识君 她暗探中 看了一眼右手之上的八叶莲花台 右手从旗上摘下一叶 向前轻轻抛去 这一叶莲花瓣 飞舞之中 却是立刻散发出淡淡的方向 更是瞬息间 从迅速放大 盐然达到了数十丈 向着亡灵轻轻地落下 轰的一声 巨阵从亡灵四周方圆 数百丈内直接传来 却是亡灵所在的星空 瞬息间仿若被一股 强大的威压弥漫 十丈内的一切 在这威压下 统统都要崩溃 亡灵的脚下星空 咔咔之声中 立刻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她的身子 更是在这威压下 仿若有一股力量 从天而降 要把她整个人 压入星空裂缝的 虚无内 请听小说 仙逆第九百二十八章 五行金诗 君既不识 便随须而去 水罗兰群女子 放下左手 目光的复杂 渐渐的消失 亡灵双目瞳孔一缩 有一股威压 从天而降 这威压之下 她立刻便感受到 体内原力运转之速 居然被阻碍 她身体外的黑色旋风呼啸 两头黑龙在其内 默然冲出 直奔天空降临的 那莲花叶而去 咆哮之际 阴风阵阵 但那莲花叶子 却是没有半点停顿 飞快地降临 亡灵脚下的 虚空裂缝更多 大量的寒气冲出 就在这一瞬间 两头黑龙带着 磅礴的旋风 直接与那叶子撞击 轰的一声巨响 其中一头黑龙 全身一震 立刻崩溃 化作无数黑气 被生生的震灰 另一头黑龙 咆哮中吐出的阴风 落在那莲花叶子上 却是仿若没有效用 被那叶子全部吸收 其上透出一丝绿意 这绿意洒落之下 微压更重 就连黑色的旋风 也在这一刻 随着叶子的压下 漠然瓦解 形成无数黑气 弥漫天地 这是什么法宝 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伸开双臂 口中轻贺 唤语 这是王林第一次 真真正正的 亲自施展出 先帝白凡先术的第二事 唤语二字出口的刹那 顿时这天地之间的原力 好似被一双大手搅动 立刻是疯狂的凝聚而来 在王林的身体外 更是有一片薄薄的水雾出现 随着他双手伸开一抖 立刻四周那弥漫的黑气 仿若被注入了新的力量 顿时形成漩涡 环绕王林剧烈的旋转起来 黑气之中 一滴滴雨水随着天地原力的融入 不断的凝聚而出 在王林体内 先缘之力分出些许 弥漫全身 沟通天地 几乎转眼间 在王林四周形成的黑气漩涡中 便有万滴雨水凝聚 体内蕴含了天地原力 每一滴都拥有极大的威力 更是在这四周的漩涡内 还有一丝仙气缭绕 使得此刻的王林 看起来如同仙人 他双臂伸开 飘在星空 四周百丈漩涡 疯狂地旋转 一滴滴雨水凝聚 飘出 弥漫王林身体四周 透出阵阵精灵之芒 远远看去 颇为绚丽 就在这刹那间 王林双手向前一甩 以他为中心 四周的漩涡 顿时一震 逆转之下 居然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疯狂地升空而去 这一幕 就如同是一道百丈漩涡 拔地而起 欲要连接天地一般 轰隆隆之音回答 百丈漩涡急速升空 把王林环绕在内 只能略微看到王林的身影 随着漩涡的升起 其内蕴含的万滴雨水 更是冲出 一声声呼啸不断 就仿若是大地成为了天空 雨水从地面升出 在天地逆转下 将要死于天之尽头 王林双眼内又雷一闪烁 但最终却是压下 不便在此地暴露太多的 真正修为 此刻漩涡冲天 上万雨滴 直接与漩涡一同 直奔那压下的莲花叶子而去 首先 漩涡临近莲花叶 横扫之下 立刻使得那叶子一震 紧接着 上万雨滴冲出 喷喷之声不断地回荡间 那叶子震动之下 顿时崩溃 崩溃中引起的冲击 在上万雨滴雨旋风的横扫中 向着四周不断地散去 王林全身的微压一松 他整个人一步间迈出 双手掐绝 向着水螺蓝群女子一指 立刻 幻语神通凝聚的漩涡与雨滴 在王林前方一扫 直奔水螺蓝群女子而去 就在这一时 忽然远处于血神子 以及罗浮血球化作的 血人交战的黑煞魔尊 显然是不敌 节节败退中 一晃之下 直奔王林所在之处临近 王林双目一闪 不假思索 索性后退 他之所以要杀这女子 并非是真正有杀机 而是做出样子 最起码 他许目在这场大战中尽力了 况且有之前的功劳在 一切都可以掠过 此刻后退中 那水螺蓝群女子目中 寒光一闪 右手七叶莲花台向前一点 顿时一朵虚幻的莲花飞出 却是在其身前幻化 使得那来临的幻语神通 全部被阻挡在外 他看了一眼这战场 从形势上看 联盟不利 但他却没有任何的慌乱 他知道 真正的大战尚未展开 眼下只不过是前奏而已 抬起匆匆御手 女子掐绝一指虚空 轻声道 请害御界 此言已出 立刻其前方虚空中 顿时无声无息间出现了一座 弥漫百里的大阵 此阵倒挂星空 出现后迅速的旋转 阵阵紫黑之气疯狂的散开 刹那间 一条紫色铁链 漠然间从那阵法内落下 其下方 有一个罗天修士 闪躲不及 直接被那铁链砸在身上 惨恨中 肉身立刻崩溃 其元神更是无法逃脱 直接被锁在了铁链里 远远看去 可以看到 那修士的元神 好似被粘在了铁链上 任凭如何挣扎 也逃脱不掉 又一条铁链 从阵法内伸出 摇晃间落下 紧接着 一条条铁链 一一出现 只是片刻 就有上百条铁链 横扫四周 就在这时 一声闷闷的咆哮 从那阵法内疯狂的吼出 这声音充满了撕裂感 传入耳内 就仿佛元神 被两只大手抓着 狠狠的撕开一半 在这一刹那 阵法内走出一人 此人出现的瞬间 一股尸体腐烂的恶臭 立刻是弥漫四周 此人身高十丈 全身紫轻 并非活物 而是一具死尸 这死尸身体上 缠绕着大量的铁链 那之前垂下的铁链 正是这死尸身上环绕之物 这死尸并非自然生成 而是以无数尸骸 被神通之法 在一起祭练而成 在修真联盟内 又称之为练尸 此物是尸音宗提供尸骸 由亥玉界自行练化 数万年来 一共也就只有十八具 每一具尸骸 都拥有相当于 溃孽后期的修为 这第一个出现的练尸 抖动着身体上的铁链 立刻是咆哮起来 其声音可以穿透肉身 直接影响原神 咆哮中 这练尸冲入修饰之中 全身挥舞 那些缠绕在其身上的铁链 顿时成为了他最灵力的发宝 横扫之下 乌乌风声回答 立刻便有大量的修饰 不敌后退 此刻 第二具炼尸同样从那阵法内走出 咆哮中立刻踏步而去 杀入战场 随着一具具炼尸从阵法内走出 整个战场的局势 瞬息间立刻是逆转 尤其是最后三具炼尸 其身上散发的不是紫青之马 而是两银一金 那散发荧光的两具炼尸是一男一女 虽说神情仍然呆滞 但身体却是如常人般大小 更是穿着银衫 虽说在他们身上仍然还是有铁链 但这铁链却是只有两条 环绕身体上在他们走出的刹那 一股静孽初期的威压 疯狂的弥漫四周 最后一句炼尸 甚至已经不能用尸体来形容了 这最后一句是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一身龙袍头戴高官 看起来就仿若是凡间帝王 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铁链 唯独天灵之上有五张黄色指幅盘旋 更是有阵阵的雷光闪烁 形成连接 与其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在其身上 更是有一股天地五行之力弥漫 王林在看到这龙袍男子的刹那 立刻便感受到了那五行之力 脑中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当年遇到的红蝶 五行灵体 王林后退之速更快 他知道 以自己的修为 在两个星域之间 这种程度的大战中 不可能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从始至终 他都是抱着自保的念头在行事 能有功便取之 若无功则自保 不知此刻清水师兄在何处 想来应该也是在这附近 王林不断地后退 但那水罗蓝群女子 却是没打算放过王林 右手一指 立刻便有一句寻常练尸 踏步间 双目死死地盯着王林 默然追击而去 王林神色阴沉 若是溃涅中期 以他此刻的肉身与神通 可以战胜 但面对溃涅后期 则需要展开全部神通 方有战胜的可能 却这里面有很多的变数 只是眼下这大战之中 一旦把所有神通都施展了 却是明显不止 况且若是有所受伤 怕是立刻就会伸出险境 王林的打算便是浑水摸鱼 等待时期不被注意地 进入那望月体内 寻找机会 抢夺古神幼子的荔枝传承 此刻后退中 那炼尸咆哮地追击而来 一路上 炼尸身体上的铁链飞舞 横冲之下 硬是打开了一条道路 直奔王林 王林双目寒光一闪 后退之速更快 向着被封印的望月 不断地接近 阵阵望月 闷闷地咆哮 隐约透出 回荡星空 王林才不相信 以联盟眼下的这些修士 就可以困住望月了 望月一怒 一切都会崩溃 这区区封印阵法 绝对无法使得望月被封印 片刻中 王林已然临近了 封印望月的巨大黑壳 深宫老祖带着众多的修士 此刻正展开神通 不断地攻击黑壳 王林的临近 没有引起这些人的注意 远处追击 王林的炼尸 急尺中却是越来越近 其身体外的铁链 更是甩开一条 向着王林横扫而来 那剧烈的呼啸之声 在王林耳边绝响 王林目中寒光一闪 不动声色 在那铁链临身的刹那 整个人迅速后退 直接便撞在了封印望月外的黑壳上 在其身子碰到黑壳的刹那 王林体内的骨神气息 不假思索地散出一息 融入那黑壳 就在这一刹那 黑壳内的望月立刻便以本能感受到了那一丝骨神的气息 顿时发狂起来 这一次的发狂 使得望月咆哮是惊天动地 望月之怒 如骨神一指 其越是愤怒 这神通便越是惊人 此刻 封印望月的黑壳 默然间传出了轰隆隆的巨响 一道道裂缝突然出现 好似有一股无法想象的力量 从其内爆发 刹那间 黑壳崩溃 在崩溃的瞬息 一根粗糙的骨神手指 从那崩溃中 直接伸出 仙逆第九百二十九章 亡灵之物 望月在这联盟星域北部 第一次展开了其无与伦比的神通之术 这一怒所引发的神通 立刻便让北部一切修饰 全部都感受到了一股 无法想象的力量与强大 如说之前 还有些许人对于望月有所轻视 一或者是重视的程度不够 但现在 这所有的杂念 全部随着望月外的封印崩溃 全部瓦解 烟消云散 剩下的 唯有一股来自灵魂的震撼 望月身体外的黑色壳子 在这一瞬间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轰然震开 无数的碎片向前横冲而去 带起尖锐的呼啸之音 那无数黑壳碎片横扫 蕴含了极强的冲击 向前喷出之际 立刻便有一些修士闪躲不及 被生生的撞在身上 喷出鲜血 肉身崩溃而亡 就连元神 也无法逃脱 更有几人 被那黑壳碎片的断裂之处横扫 立刻身子便被切割两半 鲜血化作雾气弥漫 震撼人心 这一切使得四周有了刹那的宁静 好似一切目光都在这一瞬间落在了此地 但就在这安静之中 那破碎的黑壳内 却是有一声 仿如来自远古时期的咆哮 这咆哮 无限地接近古神之后 如同穿透了时空岁月 恒久以来就存在于天地之间一般 此声咆哮 更是化作无尽的冲击 在那冲击中 古神异指 漠然从其内伸出 无法去形容那异指伸出时的 绚丽与壮观 只是仿若这天地 可以在古神异指下 全部崩溃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在这古神异指下抵抗 一切的一切 只需一指 就必须要灭亡 那追击亡灵而来的炼尸 此刻也呆在了当时 以他的神志 有了短暂的空白代价 则是迎头而来的古神异指 哄 古神异指在冲出的瞬间 便落在了炼尸的身上 砰砰之声回荡下 炼尸身体上的所有铁链 全部是寸寸碎裂 他的身子更是在那无尽的大力下 从后背挤喷出大量的黑色血液 其整个身子就仿佛是被无限地拉扯 紫青色的皮肤 立刻便出现了消散 其皮肤几乎眨眼之间 就好像是被人生生地拨押 紧接着则是其肉身 骨头已经全部轰的一声 脸是四分五裂 化作无数血肉爆开 这一幕说来是缓慢 但实际上仅仅是数息而已 那古神异指没有任何的停顿 向前狠狠地继续点去 盲铃身子在前一息 便急迟后退 双目闪烁 看去时内心却是有种感觉 仿若那古神异指后 站着一个顶天立地的成年古神 正伸出一指挥舞粗大的手臂 带着古神的力量 向前不断地破坏 望月庞大的身子 紧随古神一指之后 漠然冲出 那无尽的触须摇动 大片的雾气 从各个触须上喷出 其椭圆形的身子上 一双如浩月般的胸目 落在亡灵眼中的同时 王林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这望月双目之中 没有任何的迷茫 一片清晰 甚至在王林看去的刹那 他感觉那望月 似乎也在看自己 望月脱困 给罗天修士这里 带来了磅礴的战役 此番大战 波折四起 时而联盟占据上风 时而罗天得势 此刻 望月重新出现 其庞大的身子带起的威压 立刻震撼星空 尤其是那古神一只 此刻不但没有消散 反而速度极快 直接向着前方横扫 一切阻挡在前的修士 尚未临近 便立刻一个个是 瘦身崩溃而亡 王林一生杀戮 但眼下这场大战中 死去的修士 却是远远的超过了 他所杀之人 这种程度的大战 王林一生 尚是首次遇到 当年的朱雀星 与仙仪族之战 与此刻相比 实在是微不足道 形势逆转 那古神一只 神通呼啸 冲击之时 其前方的一切修士 全部崩溃 无法阻止半点 古神一只横扫之下 却是直奔前方的 黑煞摩尊而去 联盟修士之中的 黑煞摩尊 面色微变 咬牙之下 在那古神指头 临近的刹那 张口喷出一片雾气 双手掐绝之下 雾气是立刻翻滚 居然在瞬间 化作了一头黑色的大鹤 这黑鹤口中 叼着一叶 同样黑色的枝草 幻化而出后 立刻松口 这枝草脱落 却是在刹那间 疯狂的生长起来 几乎是片刻 这枝草便生长着千丈 更是向着两旁 不断地扩展 形成防护 此刻 那古神一只临近 与枝草防护碰到一起 但听轰的一声 惊天之音 枝草一阵之下 寸寸碎裂 化作无数黑气飘起 黑煞摩尊 面色苍白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倒退 但右手却是在虚空一抓 手中立刻多出了一块木雕 这木雕索刻 是极为诡异 是一尊全身被植物包裹 抱着双臂的人形 只不过 看不清面目 全部都被索刻的植物弥漫 在这木雕被拿出的一刻 黑煞摩尊是不假思索 向前一抛 一股可以吞噬一切光芒的黑光 自那木雕上闪烁而出 这木雕好似突然之间 活过来一般 那双臂抱胸的木人身体外的植物 立刻是诡异地蠕动起来 直接幻化而出 从这木雕上冲起 一声声咆哮拔地眼而起见 在那木雕外 却是有五朵百丈黑花 凭空出现 这五朵黑色的花 透出诡异之气 出现后 其中一朵 直接迎向古神一指 花心之处撕裂 仿若张开大口 向着前方 喷出了一股 阴寒至极的黑气 剩余的四个花朵 同样没有任何停顿 立刻是同时撕开口子 呼啸中 喷出大量的黑气 与此同时 那木雕索刻 暴凶人形 在这一瞬间 双目露出红光 却是真正地活了起来 居然伸开了双臂 好似要环抱一般 漠然地向前冲去 融入黑气内 刹那间 其身子直接抱住了 古神的指头 立刻一道道 黑色的细线 从其身体内飞出 急驰之下 立刻就弥漫了 古神一指 亡灵在远处 看到这一幕 嘴角露出冷笑 古神一指的神通 若是如此 就被轻易被破 那么这望月 也不会被罗天修士 费尽千辛万苦 才送进了联盟行园而来 这望月 应该可以算是 罗天方面 此次大战中的 最强之物 亡灵目光一早 落在远处那 漂浮的参天巨木之上 此幕 怕是也不会就这点神通 这一路在骑上站着 却是隐约有种感觉 好似这局目内 另有一物 亡灵脑中是念头百转 这一次两大星域的大战 却是让他无止尽地 开阔了眼界 这一切对他来说 极为重要 毕竟他修道的时间 与那些老怪相比 实在是太短了 如此一来 在见识上有所不如 这一次的大战 就仿佛是一次 神通与法宝的大战 使得亡灵迅速地吸收起来 增加其阅历剑文的同时 更是让他明白了 净孽修士 碎孽修士之间的战斗 以及真正的实力 这一点 若是没有这大战 亡灵想要知道 确实很难很难 此刻 就在黑煞摩尊 施展神通法宝 阻拦古神意志的刹那 联盟方面 那剩余的十多具炼尸 却是一个个 在咆哮中疯狂地临近 尤其是那两具 银色的炼尸 速度更快 只是 这些人加在一起 与古神意志相比 还是不够 望月冲击而来中 张口便是一声剧烈的咆哮 其声音太大 吼出之际 星空震动 四周修士 修为不足者 立刻就要后退避开 否则的话 将会重伤 望月一声怒吼 在别人听来 只是咆哮 可落在亡灵耳中 却是意义不同 亡灵面色一变 不假思索 双手掐绝之下 在身前凝聚出 无数的尽致防护 更是身体外 古神大顶闪烁 身子立刻后退 在他后退的刹那 随着望月的吼叫 那冲击而去 被众多炼尸 与黑煞魔尊 抵抗的古神意志 却是一阵之下 轰然自爆 轰的一声 这古神意志 神通的自爆 根本就无法 形容其磅礴的程度 方圆万里的星空 在这一瞬间 仿若被撕开了 一个巨大的口子 惨叫之声四起 却是有大量的修饰 直接被卷入 那星空裂缝内 转眼之间 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 无数双方的修饰 骇然中是惊慌失措 急急后退 只恨自己速度太慢 唯独望月 没有半点的损伤 冲入之际 触须横扫 展开了一场 疯狂的屠杀 至于那处于 古神意志 自爆中心的 黑煞魔尊 整个人喷出大口的鲜血 身子狠狠地抛出 血雾弥漫 其数万年的修为 此刻却是狼狈一场 王林事先便察觉到 这一变故 准备极为充分 在古神意志 自爆的前一夕 早就急俗的后退 更是施展了 古神大鼎的神通 如此一来 受到的波及并不多 此刻 在远处 盯着望月 以及向自己抛来的女尸 却是双目一闪 他从这炼尸出现后 便一直打着 弄到手的主意 刚才后退之中 更是在古神意志 自爆的刹那 自身选择以古神大鼎 退避时 特意调整了方位 为的就是这银尸 两具银尸中 那男尸受伤太重 被王林放弃了 至于这女尸 虽说也受了伤 但明显是比男尸 要轻很多 我参与这次大战 即便是捞些法宝 相比也不会有人说些什么 更何况这战场此刻大乱 王林身子一晃 趁着四周 由于古神意志 自爆形成的乱世 直奔那女尸而去 只是在这战场中 准备浑水摸鱼的修士 并非只有王林一个 还有数人 也同时看中了那女尸 其中 罗天与联盟之人 分别都有 但见七人 从各自不同的方向 直奔那女尸而去 七人之中 王林并非最为接近之人 但她的速度 却是最快的 即时之中 王林双眼寒光闪烁 只需数息 她便可临近女尸 但她双眼一闪 不动声色间 速度略以缓慢 她这一慢 此消彼长之下 立刻便有一个 罗天修士一冲而出 转眼间就临近女尸 一把抓去 与此同时 联盟修士之中 也有一人踏步而出 临近之后 不娶女尸 而是张口吐出一道 剑光 直奔那罗天修士而去 二人在近距离 展开了一场私斗 说时迟那时快 二人厮杀的刹那 另有一个 罗天修士降临 趁着二人厮杀 一把抓住了 那女尸的手臂 身子一晃 正要离开 但就在这一瞬间 那修士却是 猛的回头 眼中露出了惊恐 惨叫顿起 其身子却是 立刻萎缩 转眼间 就化成了一滩血水 这一惊变 立刻让旁边 那两个私斗的修士 大吃一惊 望着在身前的女尸 却是不敢去抓 略意犹豫了片刻 四周包括王林在内的 三个人 却是速度 漠然一快 直奔前方而去 王林眼中 金光闪烁 身体外的鼓声 大鼎一闪 整个人在刹那间 直接与一个冲上前去的 罗天修士换了位置 那罗天修士一睁肩 被一股大力拉扯 清醒时却是看到 自己与王林的位置逆转 他当然知晓王林的身份 哭笑中却是 没有继续抢夺 而是转身后退 只奔下一个目标而去了 施展了神通 王林迅速的临近了女尸 那两个距离女尸 最近的修士 眼看其他人急驰而来 咬牙之下 二人几乎是同时伸手 抓在了女尸身上 只是就在这一瞬间 二人立刻是惨叫起来 他们的身体急速的枯萎 转眼中成为了血水 全部被那女尸吸收 凝聚在眉心 成为一点腰艳鸿 联盟修士中 此刻一人临近 此人一身莽庞 轻笑中右手虚空抓去 只是在其手中 却是有神通蕴寒 看似抓向女尸 但实际上 却好似要对那女尸攻击 王林双目一闪 他与这联盟修士 几乎同时到达 双指成剑 向前虚空一指 口中喝道 让开 那联盟修士轻笑 右手不但没停 反而更快 口中低声道 雷仙许墨 原来你也贪图着 女尸的美色呀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临近之下在那修士 就要抓在女尸的刹那 右手向前一指 口中轻音 定 那联盟修士一睁 但瞬间 其身体便仿若被 无数无形的细线缭绕 却是刹那间一动不动 王林身影没有半点停顿 一闪之际抓向那女尸 只是王林这一抓 却是极为巧妙 并非先抓 而是在碰到女尸的瞬间 体内原力运转 更是由骨神之力凝聚 阴阳双鱼幻化 默然地印在着女尸的眉心 砰的一声 这女尸身子震动 之前吸收了数个修士 血水凝聚在眉心上的 一点鸿芒 在王林的攻击下 是顿时涣散 最后 王林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把那女尸抓住 从那联盟修士身边缓过 在离开的同时 不假思索地 右脚踢在了此人的胸口 那修士胸口白光一闪 整个人立刻倒卷 喷出了大口的鲜血 面色苍白之下 但却没死 而是恶毒地看了王林一眼 捂着胸口 急速后退 抓着女尸 王林低头看了一眼 这女尸身上此刻有血光弥漫 全部涌现在其脸部 涣散之中 向着眉心再次凝聚 刚才王林之所以速度略缓 正是因为察觉出 这女尸有些不对劲 后来的事情的确如王林所料 有几个修士身亡 若这女尸始终如此古怪 王林定会选择放弃 毕竟眼下大战之中 自保才是首选 但她却是发现 这女尸吸收了三个修士的精血之后 隐约有了变化 如此她才会选择继续获取 此刻后退中 王林右手掐绝打出无数的静置落在这女尸身上 更是喷出一口原神精气封印收入储物袋内 一晃之下直奔远处那万里星空崩溃而去 万里星空崩溃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弥漫之下传出极大的犀利 好似要吞噬一切 也就唯有望月不在乎这犀利 横冲之下疯狂的屠杀 此刻在望月的身边 联盟修士中的几个老怪纷纷环绕 试图阻止望月的前行 甚至就连那云龙妖尊也临近了望月 只是罗天方面除了望月外 血神子等人同样环绕望月 与联盟修士交错而战 还有那罗浮血球所化的血人 一个个出现之下 在望月四周与联盟修士展开了压倒性的大战 阵阵轰隆隆的巨响 与望月的咆哮响彻彻星空 在更上方 严雷子与武东禅二人交战 更是震惊天地 他二人所在的黑雾内 翻滚云涌 极为激烈 时而散出的波动 即便是血神子等人 也要连忙避开 远处 目睹这一变故的水罗蓝群女子 身色依旧没有任何的慌乱 平静如水 在她的身边 那身穿龙袍的金狮 安静的站立 身色一片冷漠 其头顶之上的五张黄纸 缓缓地旋转 丝丝雷光闪烁 与其天灵连接不断的封印 这水罗蓝群女子 抬起右手 一指前方 口中轻声道 请地玄殿大长老 玄宝上缘 一声长笑回荡星空 这笑声并没有太多的修为蕴含在中间 但却是在这笑声传出的刹那 四周修士几乎所有人的法宝 全部都在这一刻为之一颤 好似要脱主而出一半 那逃顿之中的黑煞魔尊 此刻松了口大气 不只是他 就连云龙妖尊也是同样神色一松 索性不再与人交战 急速地后退 他二人很明白 在修真联盟 两殿四尊八方界中 所谓的四尊 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 他们四人中 真正的四尊之一 唯有吉贤天 修真联盟四尊 分别为 月云贤要四人 其中吉贤天便是其中的贤尊 这四人每一个都拥有三个手下 相互之间任何一组都可以组成四尊 此番这场大战 修真联盟实际上只出动了 地玄一殿 一尊三界 玄宝上人在地玄殿内身份极高 这还是其一 真正让修真联盟 所有人对着玄宝上人 恭敬甚至惧怕的原因 是因为此人是修真联盟中 可以决定联盟星域一切事情的 联盟长老团成员之一 这 才是其更为显赫的身份 联盟长老团内 具体有几人 这一点 除了成员之外 无人知晓 但每一个人 均都是在联盟星域中 可以逆转乾坤的极端强者 天运子之所以被人所尊敬 甚至寿宴之时 修真联盟都要送来赫礼 正是因为他 也是这神秘莫测的 长老团成员之一 只不过后来出了一些变故 使得天运子的地位 是一落千丈 但尽管如此 他仍然还是成员 若非是天运子为人低调 否则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 林天侯等人的存在 一切 只要他愿意 都可以在瞬间消失 只是在那场变故之后 天运子更加的低调 即便是长老团的会议 也几乎很少参与 仿佛把自己封闭在外 要知道 无论是吉贤天 还是那此刻 与严雷子交战的武东禅 都没有资格成为 长老团成员 在宣宝上人面前 这二人什么也不是 没有人知道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才可以成为长老团成员 甚至有人怀疑 这一切与修为虽说有关 但绝不会占据全部 在联盟星域 联盟长老团 那便是顶级的存在 掌握了一切联盟的隐秘 与力量 其成员 就是这联盟星域内 真正的王者 玄宝上人 一身的白衣 略有轻瘦 但却更显先锋道骨 双目明亮 蕴含了无尽的深邃 说是有人与他目光 对望 立刻就会沉浸在内 久久不能自拔 他容颜和善 仿若真正的长者 手中还有浮沉 出现在了水罗蓝群 女子的身边 水罗蓝群 女子轻声恭敬道 晚辈见过世叔 玄宝上人 看了一眼远处的战场 笑道 丫头 尼师尊让你来主持 这场战事 一切人等听你号令 又特意选择此地作为战场 这等造化 可不常有啊 颜孝间 这玄宝上人 却是对眼前的战事 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唯独看到望月时 双目瞳孔一缩 露出大有深意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